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又到了我们每周六的光子学 公爱课的学习时间 我们今天刚才那个唐老师也介绍了 是我们第52期的最后一讲 那个我们的也非常有荣幸 能邀请到这个唐老师来做这个最后一讲 如果大家前面都有几节课都有上过的话 可能都知道唐老师是我们第52期的一个策划人 非常感谢他那个给我们带来这一个系列的 非常精彩的一个授贺 然后我本来也是非常的期待 常老师的这个报告 因为我那个一般来说 这个最后一堂课就是好事划终点的课 我们非常期待 那么今天我先 可能还有一些今天来的是一些新的朋友 我们就我先首先简要的介绍一下常老师 那么常老师是来自中科院物理所 他本和硕士都毕业在清华大学 然后博士毕业于密西根大学 那么在密西根大学短暂了一年的博收工作之后 他来到了麻省理工工作了几年 然后在12年 去到了这个德国电子同步辐射国家实验室 创建了这个超坏机关关系和相干显微技术课题组 担任课题组长 那这里我补充说明一下 我非常荣幸 我在2012年加入了这个组 担任这个组的第一位学生 那么常老师是16年获得了那个永久职位 同时他在19年是聘为这个马里兰大学 巴尔蒂摩峰校的合作教授 现在是以多个杂志的这个编委 就是Optics Express光电产品资讯 光子学报等 同时也担任中国激光杂志社的青年编委 对好 我们非常感谢常老师再次感谢 然后今天他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讲座 这一堂课的题目是基于光学 擦屏的中复外非秒激光 纪念非线性光学诞生60周年 好 有请常老师 好 谢谢 多谢唐明老师 也多谢刘伟的介绍 谢谢刘伟答应这次能够客串主持 我也在这里呢 非常感谢前面七位 有我邀请的在这次系列里边 给大家带来精彩报告的老师 实际上呢 我们这个系列呢 是以非线性光学为主 里边呢 大家会注意到 其实呢 在非线性光学的广泛的应用的过程中 里边呢 很大程度上离不开激光 尤其是呢 离不开超快激光 那今年呢 实际上非常凑巧 也正好呢 是非线性光学诞生60周年 我发现呢 在前面的几位老师 在讲座的过程中呢 没有指出这一点 那在作为这个系列的最后一讲呢 我呢 在这讲中呢 将把课程的分为上下两部分 在前面的第一部分呢 大约40分钟左右呢 我给大家呢 介绍一下非线性光学的历史 当我们知道一个学科 它的源头 它的历史的时候 我们才能捋清它的脉络 顺着它的脉络 我们才知道 它是如何发展 以及在未来10年 20年 甚至30年 我们可以预期 在这个领域里边 它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成果 会往哪里去 在第二部分呢 我将就 非线性光学里边的 其中的一个 叫做光学插屏的技术 给大家呢 进行介绍 我们发现呢 如果回顾前面 七位老师讲的内容呢 实际上呢 大家都讲了 非线性光学里边 某一个不同的技术 比如说 有讲高次学波的 有讲锁磨激光器 以及锁磨激光器里边 如何获得低造声的 以及如何利用 非线性光学晶体 进行波长转换 获得白光激光的 等等等等 那今天呢 我呢 是讲其中的另外一项技术 叫做光学插屏 好 让我们呢 开始今天的 课程 首先呢 感谢刘伟老师 在介绍了我本人 但是呢 他没有介绍 我自己的科研 实际上呢 我的科研工作呢 可以用上面的 黄眼色的 这一句话呢 进行总结 那就是呢 通过发展 非线性光学技术 拓展超快激光器的性能 解决重要科学问题 我们都知道 在我们做科研的时候 最最重要的呢 是要解决重要的 人类关心的科研问题 一些重大的问题 在你解决重大问题的时候呢 你有各种各样的手段 那对于我来说 我从事超快光学 这个领域里面的研究 那超快激光 就是在我看来 是一个非常有用 且必要的工具和手段 可是当你发现 当你在做科研的时候 在解决一些问题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你有问题 你有超快激光 这个手段 但往往 你有的超快激光 并不能满足你的需求 这个时候呢 你就需要一个桥梁 这个桥梁呢 就是我们 在这个系列 所反复强调的 非线性光学技术 你用非线性光学技术 结合你的 超快光纤 或者超快固态激光 从而呢 能够大大的拓展 你的激光的参数 所复材的范围 从而进一步的满足 你解决科研问题的需要 对于我来说呢 我目前的科研里边 所感兴趣的呢 解决的问题呢 一个是多光子的显微成像 主要用在医学 跟生物学方面 还有呢 就是做 这种光阔检测 还有其他的一些 那我选择的光源呢 主要是超 这种高功率的 低造成的 非线的光纤激光器 为了拓展 光纤激光器 本身的应用范围 解决我关心的科研问题 那我们就要不停地 来研究 在气体也好 光学晶体也好 以及一些特种光纤中的 非线性的光学技术 从而呢 把你的光源 跟你要解决的问题之间 构建一个桥梁 通过 这个呢 也是想给大家 一个基本的概念 也就是 为什么非线性光学 它非常非常的重要 实际上呢 它起到了一个 你的有的工具 和你要解决的问题 之间的一个桥梁的作用 那今年呢 是光纤 非线性光学 诞生60周年 那通过我刚才的讲解 大家可以知道 那你的实际上 非线性光学的出现 它呢 离不开激光的出现 激光呢 是1960年5月16号 第一台激光 是由 叫梅曼的这个人呢 他呢 见到成功的 那1960年呢 正好激光的出现的 比后来的 非线性光学的出现的 正好早了一年 也就可以看出 下面通过我的讲解 就可以知道 这两者之间的联系 是非常非常紧密的 首先是有了激光的出现 激光出现之后 才促使了 非线性光学 这些学科的诞生 那么我们简要回忆一下 第一台激光发明的历史 1960年5月16号 梅曼呢 它呢 建成了人类历史上 第一台激光器 它是一台 红宝石激光器 它呢 建造成激光器之后呢 取了一些数据 当然呢 第一件事情 就是写文章 要获得 业界人士的承认 它呢 在6月22号的时候呢 就把 关于自己 建造的这张激光器的 一些实验的结果 投到了当年的PRL上 但是呢 很不幸 两天之后呢 就被PRL的主编 给直接被拒掉了 那这个PRL的主编呢 当时呢 也是密西根大学 也就是我毕业的 博士毕业的学校 他在那呢 物理系命教授 就不说他的名字了 那 梅曼当然 感觉到非常的沮丧 那为了更加的 快捷的让大家知道 他的成果 他就采取了 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呢 在7月7号 梅曼呢 从加州 美国的西海岸 到纽约曼哈顿 找了一家 非常有名的酒店 在那个地方呢 举行了一场 新闻记者发布会 向天下人宣布 梅曼成为历史上 第一个建造激光器 成功的人 7月7号 同时呢 梅曼呢 又把自己当年 投到PRL上的一篇文章 进行了大幅度的缩写 最后呢 删减到大约300字左右 很快速的呢 投到当时的 英国的Nature 旗刊上 Nature旗刊呢 很快意识到 对于工作的重要性 于是在当年的 8月6号 这篇文章 就跟读者见面了 那么可以给大家 看一看 梅曼报道的 建造人类 第一台激光器的 这篇文章 就两个小的豆腐块 文章非常的短 只有梅曼一个作者 文章呢 只有两幅图 其中第一幅呢 还是一个原子的 能集图 第二幅图 才是一个实验者结果 后来的 大家都知道了 我们这个领域里边 诺奖得主 也是一代大师 查尔斯汤斯 非常有名气的 他呢 曾经评价过 梅曼的这篇文章 他说呢 这篇文章是 Nature这本杂志 有史以来 发表的所有的文章中 如果按单字的价值来计算的话 那这篇文章 无疑是最高的 因为这篇文章 非常短 只有短短的三百次左右 但是大家 已经冥想的体会到 激光的出现 毫不夸张的讲 已经彻底的改变了 整个人类的 生活的面貌 可以说 激光 在我们的生活中 无处不在 那 激光虽然到今天 历史已经有61年 但现在我们所建的的激光 它的大体的基本构造 与当年梅曼 所建造的第一台激光器 实际并无太大的差别 大家都知道 激光呢 主要包含三个要素 第一呢 要有个泵浦源 它呢 负责提供能量 在这幅图里 我用两个灯泡来代替 另外呢 就是有一个增益介质 增益介质呢 它负责 存储 由泵浦源 提供的能量 有时候我跟学生讲 你可以把增益介质 想象成一个水桶 那你的两个灯泡 泵浦源呢 就相当于水管 它在给你的水桶 再放水 你的水桶呢 它呢 接水 然后再存储能量 第三个部件呢 叫写震枪 在这里边呢 就是两个平行放置的反射镜 其中 右边的这个反射镜呢 它呢 能够反射一部分光 透过一部分光 那光呢 经过 写震枪 在增益介质里边 反复的通过 就可以呢 通过受机辐射的方式 把光盖到枪外 在枪外呢 形成激光 这就是激光器的 基本的工作原理 在60年 激光被发明之后 激光呢 发展非常迅速 当时呢 在美国的话 大约就有20个科技组 包括Burr实验室啊 哥伦比亚大学啊 等等 凡是那些著名的实验室 基本上都在 大家竞赛在看 属于做出来第一台激光 而大家采取的技术路线 也不一样 所以呢 第一台激光出现之后 很快的 就有不同种类的 比如说气体激光啊 其他种类的激光啊 包括光纤激光器 都出现的非常的糟 就在 都是在60年代初 而且 激光很快就被产业化了 在 第二年 也就是在1961年的时候 在世界上就出现了 第一个 光纤激光器的公司 这个公司呢叫做Trium Insulis 它在哪呢 正好呢就在 我读博士的母校 密西根大学 因为这次要反复的提起 我的母校密西根大学 它的所在地 叫 那个地方呢叫 Ann Arbor 我们中文的一般把它翻译成 一个非常浪漫的名字 叫做 Ann Arbor 那个创办人呢 有三个人 这三个人呢 其中的一个呢 还给那个 Ruby Maser的发明人 做过他的 Technician 但最重要的 跟我们 讲 非线激光学 发展历史呢 是第三点 就是 这里面有另外一个 人 叫做Peter Franklin 他是 密西根大学 物理系的教授 他呢 为Trium这个公司呢 提供 技术咨询 下面我就知道 我们会 讲到 Peter Franklin 实际上 应该被认为 非线性光学 支付了 这个公司呢 发展非常非常快 在1962年的时候 也就是激光 发明之后的第二年 实际上 他们已经有 这种 脉冲的激光 脉冲的宽度呢 大约是 半个毫秒 这个激光呢 功率 能量的很高 以至于呢 你可以通过聚焦的方式 把 这种 剧细刀的 刀片 两个 螺在一起 可以在上面 钻一个孔 出来 也就是可以 给大家看 激光发展有多快 在短短的 一两年之内 激光的进步 可以说是 突飞猛进 那标志着 非线性光学 诞生的 这篇文章呢 是发表在 这次比较 幸运 发表在 PRL上 就是 我现在展示的 这一篇 在1961年 发表 有共有 四个作者 都呢 在 密西根大学 物理系 工作 这篇文章题目呢 叫做 Generation of Optical Harmonics 其实呢 是他们第一次 在人类的历史上呢 证实了 一束光 经过一个晶体 如果光很强的话 能够在晶体的后面 产生 一入射光的 二倍频 这篇文章呢 就标志着 非线性 光学的诞生 那么距今呢 整整 61周年 那 现在我们回头 看起来的是 觉得好像 非常简单 顺其自然 你有一个很强的激光 那个时候 激光也就做得很强了 你再有一个晶体 似乎聚焦上去 产生一些非线性的现象 并不是一个 非常奇怪的事情 但是大家要知道 如果回到 1960年代的时候 在那个时候 大家的 并没有我们 现在的 这种想法 大家会认为 产生 倍频 这种现象 实际上是一种 非常奇怪的事情 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 在量子力学诞生 初期 大家已经 产生了一个 深刻的概念 那就是光子的概念 大家都知道 在麦克斯韦方程 麦克斯韦呢 是经典光学的 极大评扯 对吧 他呢 写下了麦克斯韦方程 基本上就总结了 所有的 经典光学的 物理的知识 那自从麦克斯韦方程 之后 在下边的几十年发展 直到二十世纪初 出现量子力学 包括爱因斯坦 发现光电效应 在这之前 都是 大家都认为 光是电磁波 大家中的 脑子里 一小道光 都是一个 微部的概念 但是当爱因斯坦 提出光电效应 后边又有量子力学 在后边的几十年里面 当这些物理学家 在思考光的 有关光的问题的时候 很多的情况下 他们不自觉地 会引入光子的这个概念 把光想象到 是一个粒子 是光子 当你想用光子的概念 来想 光聚焦到 晶体里面的时候 就很难 去理解 为什么一个光子 它的频率 会发生变化 对吧 所以 在那个时代的时候 并不是 那么的直观 很容易想到 一个很强的光 聚焦到晶体上 可能会产生 被频 或者其他的一些 非线性的效应 也就是说 在当时 Peter Franken 能够有这个想法 可以真的是一次概念上的一个革命 但是他 他提出 认为 如果把光 很强 聚焦到晶体上 能够产生 被频的时候 有人就不相信 对吧 正如我刚才说的 因为在物理学界 大家习惯用光子 来思考问题 当时 有一个人 非常有名 叫做Lam 对吧 我们可能在 高等激光物理里边 会碰到这个人的名字 他是 1955年的 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得主 他同时 也是我们前面提到的 第一台激光的建造人 梅曼 在Stanford大学的 博士生的老师 梅曼是 他的学生 也是出身名闻的 这个 Lam就跟Francon说 我不觉得 你能够产生被频 并且跟Francon 进行了打赌 打赌是赌多少钱 赌美元一毛钱 像Niko Niko就是一毛钱 十个美分 就相当于 类似于咱们一毛钱 他就打赌 他认为 赌一毛钱 他觉得你不可能 改变光的频率 把光的频率 变成两倍 后来 我们现在回不起 这件事情 然后就正如 Peter Franklin 后来回忆 他说 这个在光学的 发展的历史上 这么神圣的 一个实验 代表了 非现金光学 这些学科的诞生 没想到 当年呢 他赌的这个赌注 就一毛钱 也着实的 太低了 是吧 我们知道 现在我们经常在 国内的 这个商界 动不动就哪个 动不动就有什么 商业的大佬 对吧 两个人对赌 或者赌多少钱 是吧 赌这个 到底这个网络 这个网上的 销售 是不是能够 超过这个实体店呢 等等 赌一赌 赌的都是 数以 亿己 对吧 这个当年的 这么颜色的 科学问题 就是一毛钱的 一个大赌 那到底 Peter Franklin 这个物理学的教授 是怎么产生的 这种 Second Harmonic Generation 的这个 idea的呢 实际上呢 他呢 也是有 故事的 是 激光被 建造之后的 60年 大家呢 就有各种各样的 会议 大的会议 也有小的会议 包括美国 光学学会 他就会组 这些会议 专门的呢 来推广 讨论 交流 关于激光 那些技术 在1961年的 春天呢 OSA呢 就在 皮斯堡 举办了 这样的一个 关于激光技术 讨论会 很多的 激光领域的 厉害的人物 全部都参加了 当然也包括 Peter Franken 他呢 在听 报告的过程中 后来呢 做了一些简单的计算 就假电如果有一个 多强的laser 如果把它聚焦 那它所聚焦 所产生的一个电场 大概领到 10的5次方幅 每厘米 那大家知道 如果是在原子 内部的话 那个电子 它所产生的电场 就是原子 原子 一个原子内部的 一个电场呢 是10的9次方幅 per centimeter 你说差了 四个数量级 虽然只差了 四个数量级 但是他觉得 这么强的电场 很有可能 一个原子的响应 不再是线性的响应 会有一些 非线性的响应 那非线性的响应 会对你 入射光产生 什么样的效果呢 这个时候呢 能够让 Franckin 想到 可能出现 被评的 这个点子 其中的一个 最重要的出发点 就是他退回到 光是波 这样的一个概念 而不是认为 光是一个 光子的这个概念 所以他用 回到 退回到 麦克斯韦 经典光学的概念 Light is a wave 那下面呢 我们就 给大家看看 大家都知道了 对吧 普通物理一讲 光就是一个电磁波 对吧 它既有电场部分 也有磁场部分 对吧 你可以写下来 这样的一个 Cosand Function 里面包含着 几个变量 包括 Amplitude 向位 Frequency 还有它的传播常数 这样几个变量 就可以完整的 来描述 一个电磁波 作为一个电磁波 它有一些 其他的物理量 来准确地定义它 比如说 波长这个概念 Lambda 还有波数 Lambda的倒数 这个是做 光谱学的人 经常使用的 一个物理量 另外在 实域上 一个电磁波 你可以定义 它实域上的cycle 就是一个周期 对应的到底是多少 是tall 对吧 一个周期 大约可能是几个飞秒 同时 还有频率的概念 对吧 右边我就举了一个例子 假定我们有一个绿光 绿光的中心波长 比如说是在500纳米 它对应的一个实域上的周期 大约是1.7个飞秒 它的波数是0万 它的频率是600个terops 这就是电磁波的概念 那在早期的时候 人们想到光跟物质 相互作用的时候 大家采用的都是一个 叫做洛伦斯Model 这个洛伦斯是个荷兰人 他是第一届诺贝尔物理学长得主 他提出来一个Model 来解释光跟物质 到底是怎样的相互作用 他采用的就是 对光认为 就是电磁波利用的 Wave这样的一个Picture 在洛伦斯Model里边 光跟物质相互作用 把它进一步的 把它解释为是光 跟某个原子进行相互作用 而原子他认为 是由正电核和负电核组成 正电核的部分 相对来说非常的重 负电核相对来说的比较的轻 然后他认为正电核跟负电核 有点像一个斜阵子 类似一个弹簧 中间是有什么力 让它们两个之间连在一起 这样子导致 这个斜阵子本身 有自己的一个本正的频率 比如说叫Omega0 然后当你的光进来的时候 光它有电场 电场会让你的正电核 跟负电核 分离 产生一定的距离 对吧 然后电核乘上距离 这个就是咱们的电动力学里边的 一个叫做OgG的概念 叫Deple Moment 也就是说 你一个原子 位于一个光的电场里边的时候 随着你的电场的增加 以及电场它的方向 因为它是个Sine Wave 方向会有正转负 再有负转正 就会导致你的负电核 相对正电核 做减辑振动 像一个弹簧一样 在减辑振动的时候 就会产生这种 随事件变化的OgG Deple Moment 这个随事件变化的Deple Moment 它本身呢 按照电动力学 就会重新再发射出来 一个光波 这个光波的频率呢 跟振动的频率是一样的 我可以再稍微的解释一下 就是在洛伦兹 model里边 光跟物质相互作用 可以认为是电磁波 里边的电场 跟原子之间的相互运动 然后呢 你把原子呢 想象成包括正电核 负电核 等效成一个减辑振子 然后这个减辑振子 在入射的光的电场的中心下 它呢 负电核围绕正电核 在做减辑振动 这个减辑振动本身 又在重新释放出 跟振荡频率相同的电磁波了 这个电磁波 再跟你入射的电磁波 进行添加 就得到了出射的电磁波 这个就是经典光学 或者说线性光学 里边的洛伦兹模型 那这呢 就给大家看一看 有一个diple moment的时候 一个振动的偶极菌 它呢 就会向室外 辐射出新的电磁波 而这个电磁波的频率 跟你偶极菌的振荡频率 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 和你入射光的频率是一样的 对吧 那大家可能更熟悉的呢 是经典力学里边的 减线阵浪 假如我有一个力 作用在一个弹簧 所构成的一个 减线阵子上 对吧 那你力的增加力 你就会改变它的位移 那你位移是正比于力的 对吧 它俩成一个现象的关系 那这个东西呢 就是一个受贺的减线阵子 对吧 这是经典力学的东西 那在光跟物质相互作用的时候呢 那个偶极菌呢 它本身是一个微观的概念 当你想到的是光跟一个材料 宏观的相互作用的时候呢 你可以计算 把这些偶极菌 把它加在一起 求和 求和 这个东西最后出来的 管它叫什么呢 叫做材料的极化 Polarization 对吧 也就是说 你入射的光的电磁锅里边的电厂 会极化你的材料 然后呢 在里边产生 产生这个 极化量 P 对吧 那对于线性光学来讲的话 那P呢 是正比于E的 对吧 正比于E 我们就可以得到下边 左边这个简单的关系 材料本身的极化 是正比于ε0 然后乘上有kai kai呢 叫做它的 susceptibility 然后再乘上e 对不对 然后呢 如果大家对经典光学 比较熟悉的话呢 就知道 这个E 加上kai 它呢 实际上对应的是 折射率的平方 对吧 大家很可能 对kai也许没那么熟悉 但是对折射率应该熟悉 对吧 这个折射率 就 其实实际上 它里边的内涵 真正的物理含义 就是它表明了 光跟物质的 某种相互作用 对吧 那经典光学呢 或者说线性光学呢 实际上 已经能够产生 许多非常有趣的作用 许多非常有趣的现象 对吧 里边有 比如说有反射啊 有折射啊 权内反射啊 这些等等 它们呢 实际上已经 造成我们日常生活中 很多的细件 很多的语气设备 都是利用了一些简单的 线性光学的一些原理 比如说光推讯用的光纤 对吧 光纤就是光 在玻璃丝里边 通过权内反射 向前传输 对吧 等等 所以线性光学 实际上非常普遍 在我们的日常周固中 线性光学 一个特点呢 就是 比如说 它不改变光的频率 你如果说光 如果是频率是 Omega1的话 那你出射光 还是Omega1 对吧 那这频率呢 实际上就对应了 你可以想象是光的颜色 就是光的颜色 经过材料之后 在线性光学的讨论中 它的是普遍的 对吧 另外一点呢 你也可以推断 如果有两个不同频率的光 一个Omega1 一个Omega2 递加在一起 进入到一个材料里面去 如果是只考虑线性光学的话 那你出来的光呢 还是一个Omega1 Omega2 他们的Omega1 跟Omega2 它们之间也不会有能量的交换 对吧 也不会再产生新的频率分量 它们呢 你可以认为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相互作用 在这个材料里面 这就是我们 比较熟悉的 线性光学的内容 那非线性光学 到底是什么呢 这个呢 就是Peter Franklin 他想到的 对吧 在他看来 那非线性光学 就意味着 你电场太强了 入式光很强 那对应的电场就非常强 电场的强度 可能导致你的材料的 响应不再是线性的了 也就是说你的 Material的Polarization P 不是E的正体的关系 对吧 那我就可以做一个高级的 像Tiler展开这样的一个表达式 那我就可以人为的认为 你的Material的Polarization P 在非常强的光的电场的作用之下 它呢 包含了E的1次方 E的2次方和E的3次方 以及更高级的次方 对吧 那就可以写成 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 简单的表达式 你可以认为它基本上 就是对线性光学材料 响应的一个简单的修正 给它增加了一些高级像 但非线性光学呢 那些有趣的现象 恰恰就来自于 这些简单的修正 来自于这个方程里面 所增加的高级像 比如说 用刚才的那个Equation 就可以简单的理解 二倍频现象 比如说这里边 我们就考虑 叫二级的 非线性光学现象 二级的非线性光学现象 意味呢 就是我只考虑 Ki2 E2 我不考虑后面的 E3这一项 我只看 E2这一项会有什么 对吧 那我 如果入射光的频率是 Omega t 一个Sine wave CosAOmega t 那你把它简单的 带入P2 这个Polarization里面去 对吧 你就会得到 CosA2 Omega t这一项 你做一个简单的展开 就会发现 它里面包括一个 直流响 然后同时还包括一个 Second Harmonic响 二倍频响 对吧 因为这个P2呢 它是Polarization 代表的 就是Diple Moment的叠加 而Diple呢 它本身会 重新的 Emit电磁波 它Emit出来的电磁波的频率 等于它振动的频率 那从过这儿 你就可以看到 你因为现在你的Diple 它振动的时候 包含了 2Omega这个frequency 那它Emit出来的电磁波 也会有 2Omega这个frequency 那就意味着 你经过材料之后 后边的产生的光里面 会有一部分光 它的光的 波的频率 从原来的Omega 变成了2Omega 这个呢 就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 Second Harmonic Generation 二倍频 那Peter Franton 他开始参加完会 从匹斯堡 回到了Ein-Arbor 他呢 就开始 组建一个小的团队 开始呢 准备实验 他呢 跟 他的两个同事 进行了讨论 后来呢 他们呢 又找了一个学生 叫做Elan Hill 是 密西根大学的本科生 来呢 做这个实验 这个呢 就是他们当年的 实验的装置图 在最左边呢 就是当年 美曼 他所发明的那一类 叫做红宝石激光器 它的波长呢 大约是在 694.3纳米 他们这四个人呢 把 红颜色的光 通过一个透镜 聚焦到一个 晶体里边 这个晶体呢 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 实验晶体 聚焦到实验晶体里边之后 然后呢 后面呢 用 PRISM 进行分光 你把基屏光和 二倍屏光 把它分出来 那个时候呢 也没有CCD 只能用一些 比较当时的 叫做感光板 这样的 现在看起来 比较简陋的设备 来探测 这两束光 当然它产生的二倍屏 非常非常的弱 而大部分的光呢 都是基屏光 所以这就是在 它的显光板上 所得到的实验结果 因为基屏光 非常非常的强嘛 它呢 产生了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黑点 那二倍屏对应的是 347.15纳米 光非常非常的弱 对吧 所以呢 它产生了一个小点 非常非常的小 像一个 像一小片尘土 像个Dust 像个小斑点 尘土一样的 Dust 他们就把结果 撒密到PRL上去了 结果呢 当时的PRL的编辑 在处理这篇文章的时候 就像我刚才讲的 它真的就把这个点呢 以为是不小心 掉上了一个尘土 它就人为的 把这个点给抹掉了 也就是说 这个呢 是当年PRL出来的时候的文章 文章里边 其实就只有基屏光 在该有二倍屏的地方 编辑把那个实验结果 实际上是给去掉了 所以这篇文章也是 历史上非常有名的 一个比较有趣的文章 就是 其实是没有实验结果支持的 实验结果 被编辑 操作失误 把它给抹掉了 这篇文章呢 是61年发表 大家都公认的 这篇文章是 开始了 非线性光学的一个学科 所以呢 今天我们可以 非常认真的说 今年呢 就是非线性光学诞生 60周年 实际上 如果仔细看的话 大约还有一个月 是吧 这个是在61年8月份 发表的 是吧 我们 是正正的 在纪念 非线性光学诞生 60周年 但是 为什么 当年 Peter Franken 所做的第一个实验 里边 所产生的二倍频 那么的弱呢 以至于 编辑都误以为 那个是一个 小斑点 是一个尘埃呢 就是因为 后来人们才知道 因为在第一个实验里边 人们没有考虑到 相位匹配 这个后来 在非线性光学里边 异常重要的概念 现在大家都知道 face matching 非常非常重要 所谓的face matching呢 就是指 你 光在晶体里边 传输的过程中 它呢 会在 开始的部分 产生比如说二倍频 但是呢 它后来 在传播的过程中 还会新产生一些二倍频 你要让你的 早点时间产生的二倍频 和你后来产生的二倍频 它们始终保持 相同的相位 这样子呢 它们就能够相干叠加 你就可以获得 最高的 转化的效率 但是你后来 产生的二倍频 它传播的速度呢 实际上是跟你的 基频管一样 而你新产生的 早期产生的二倍频 它传播的速度呢 是 是二产生的 是它的倍频管 而对于 一般的材料来讲的话呢 奥米格频率的光 和二产生的频率的光 对应的 折射率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你就很难实现相位匹配 那后来呢 在第二年的时候 在贝尔实验室 和另外一个叫福特 研究室的两个人 他们呢 就提出了相位匹配 这个条件 那就是呢 利用双折射晶体 也就是说 这个晶体本身有双折射 以至于呢 它 不同偏正的光 看到的 折射率是不一样的 这样子 你就可以选择 让你的基频光 和倍频光 处在两个 正焦的 polarization上 所以呢 如果你的晶体 所取的角度 正好合适的话 那你就可以让你的基频光 和二倍频 他们所看到的 折射率是一模一样的 这样子 他们在 在产生的过程中 所新产生的二倍频 和已有的二倍频 始终保持一样的相位 往前传输 始终保持相干叠加 就可以获得 最高的转化效率 利用 这样的双折射 实现的相位比配 很快 一年之后 就可以讲 二倍频的转化效率 提高了 三个数量 一千倍 大家可以 通过这个读呢 可以看一看 左边这幅呢 就是 没有相位匹配 或者说相位匹配 比较差的时候 你所产生的二倍频 右边呢 就是你有相位匹配 相位匹配 比较好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它的 所产生的二倍频 会 要更强 要更亮 转化效率当然 也对应得更高 那么再到今天呢 实际上 像二倍频 这个非线性 高线性性上呢 实际上已经 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 大家平常用的 绿颜色的激光笔 有laser pointer 是最常见的 肯定是绿光的 有laser pointer 实际上这个绿光的 它所产生的绿光 实际上是通过 二倍频产生的 如果大家买 这样的一个 绿色的激光笔的话 打开 可以看到 里边呢 实际上是一个 复杂的结构 它呢 由半导体 激光 产生了808纳米的 泵浦光 然后呢 有来泵浦 一个 叫繁酸液 参女的繁酸液 这样的一个材料 这个参女的繁酸液呢 它呢 在两个 这里边镀膜 相当于斜阵枪 在里边呢 能够产生激光 这个激光呢 在1064纳米 它是一个镜红外的光 1064纳米的激光 在出了激光 净体之外 后 马上就有一个 二倍频的晶体 叫做KTP 这也是非常常见的 二倍频的机体 在这个晶体里面呢 会有二倍频 所以在 KTP晶体里面呢 既有1064的光 也有532纳米的光 之后呢 你再 经过一个薄膜 可以把滤掉 激平光 只让二倍频的光 通过 准值 出来 最后呢 你在激光笔的后边呢 就产生 绿颜色的光 所以呢 就这样的一个 简单的激光笔 实际上里边 包含了激光 这样的东西 也包含了 二倍频 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当然 现在在我们的实验室里边啊 做这个二倍频的话 实际上 可以做的 更加的强 这个呢实际上就是 我们当年在德国的时候 刚才主持人 刘伟老师 他做的一个实验 他呢 在我们的实验室里边呢 做了一台 100瓦的 飞秒激光 利用一种新的技术 产生非常短的脉冲 使 整个的激光 它的平均功率在100瓦 之后呢 他把100瓦的激光 它的中心部长在1630 大家看不见 因为它是个近红外光 从左边入射过来 然后聚焦到 一个 BBO晶体上 然后呢 就产生了二倍频 这个很亮的这束线 就是二倍频 它的平均功率达到了 20瓦 可能空气中 有些烧起的一些灰尘 通过散射 大家可以看到 亮亮的这一条线 实际上它就是 在 电视里边 所产生的 绿光 二倍频 平均功率达到了20瓦 那 我们刚才已经看到 在二阶的 非线性的效应里边 如果你入射光 是 一个频率的话 你可以产生 塞克 但别忘了 我们刚才进行展开的时候 还有一项 我们似乎就没有讨论它 对应的是常数项 就是DC 就是它的频率非常低 对吧 它既不是基频 也不是二倍频 而是一个比基频和二倍频 都低很多的 好像是一个直流的东西 这个东西呢 实际上是什么呢 这个东西呢 是另外一种 非线性光学现象 我们把它叫做 光整流 Optical Reactivation 这个呢 也是 Peter Franklin 在第二年 发表在PR案上的 实验的结果 那 Optical Reactivation呢 现在 主要是用在 泰赫兹 研究领域里边 你呢 就可以 通过 把 一个超短的 非秒外充 打到一个晶体里面去 它呢 会把里面 高频震荡的 这些载波的频率去掉 叫整流嘛 只把那些 低频的变化 留下来 就会产生一个 中心频率 比你的光波 要低 几个数量级的 这样的 两个 两到三个数量级的 这样的一个电磁波 它的中心频率 在泰赫兹左右 那 这就是呢 产生超短的 或者 皮秒的 泰赫兹脉冲的 一个经典的办法 但它原理 实际上呢 是早在 1962年 59年以前的时候 Peter Franklin 他们呢 就已经发现了 除了 Optical Reactivation之外呢 对二阶的 Polarization呢 里边的E 这个E square 不一定是 频率相同的一个光 对吧 不一定非要是一个 频率单一的光 Omega 你也可以是有两个频率 对不对 一个是Omega 1 的光 和另外一个是Omega 2 的光 这两个光呢 你把它叠在一起 打到这个晶体上 那到底会发生什么现象呢 你就可以把它加在一起 进行一下平方 平方之后 你就会发现里边 除了Omega 1 和Omega 2 两个成分之外呢 它们俩之间呢 还有一个 除了有二倍频 除了还有 Optical Reactivation之外 它们两个还有一个交叉项 就是它们两个相乘 对吧 相乘这一项的话呢 如果你做一下简单的展开 就会发现呢 它会新产生一个 Omega 1 Plus Omega 2 的这一项 对吧 这个呢 就是和频 对吧 然后呢 还有一个Omega 1 Minus Omega 2 Omega 1 减Omega 2 这个呢 就叫XP DFG SFG跟DFG 也就是说 如果你入射的光 它包含着 两个频率的话 你就会在出射的光里边 既有 既可能有 它们两个和频的频率 也可能有差频的频率 这个呢 就是和频 跟差频的过程 我看一下时间 好 好 时间上差不多 好 那 上次要学一下吗 现在差不多45分钟 好 我正好 正好这个地方可以休息 在休息的时候呢 还是 我们正好把 非线性光学诞生的历史过程呢 给大家梳理了 然后在 讲述的 历史的过程中呢 也把 捎带着 非线性光学的一些 简单的 一些概念 给大家呢 进行了一个介绍 那最后呢 就是这一作为 45分钟休息的 这一节的最后呢 还是给大家推荐几本书 如果大家 对非线性光学感兴起 或者说 在你的科研过程中 需要用到 非线性光学 的话 那么呢 如果你想进一步的 学习的话呢 其实有很多 网上有很多的资料 有很多的公开课 但是呢 还是有一些书 会非常非常好 一个呢 就是咱们这个领域里面的经典了 是罗切斯大学的 Boit 他写的这本书 叫做 Narina Optics 现在应该有第三版 当然呢 还有另外一本呢 比这个要早一些 但目前只出了一版 他呢 他呢 我后面会讲到一个诺奖 物理学诺奖得主 叫Blueberg 他呢 博士生 沈元朗老师 一个华人的 沈元朗老师 非常厉害 我非常佩服他 是美国科学院院士 沈元朗老师呢 他呢也是 一生呢 都在从事 非线性光学的研究 他呢 有一本书 叫 非线性光学原理 之外呢 还有呢 比较 相对来说 比较好读的 容易入门的 两本书 一个叫Introduction to Nilindia Optics 还有一个呢 叫Nilindia Optics 其实最后一本呢 非常实用 它呢 是讲非线性光学晶体的 后面在下一节的时候 我会给大家讲 当我们做非线性光学的时候 其中一个重要重要的部件 就是非线性光学晶体 你没有光学晶体的话 你的非线性 光学现象都无从谈起 那这本书呢 它呢 相当于是个手册 里边呢 包含了 我们能够见到的 几乎所有的 非线性光学晶体 它的各项参数 它的应用 等等 它把它编排在一起 非常合用 这本书呢 有一段时间的话 我经常就放在 我的书桌上 我会经常的翻译一下 好的 正好差不多45分钟 那我们完成了第一节 请大家休息一下 五分钟之后 我们呢 再回来 接着讲我们的第二部分 就在7点58 我们再开始第二部分 好 大家休息一下 好的 我们回来 经过五分钟的 短暂的休息 我们呢 进行这次课程的第二部分 在梳理了 非线性光学诞生 60年 应该说 只是给大家讲解了 非线性光学 到底是怎么来的 并没有讲60年的 后边的发展 这里边呢 可以提到 我刚才提到了 沈阳阳先生的导师 叫Blubergen 这里边呢 有一篇Blubergen先生 当年在1962年 发表的一篇文章 这个发表在 P2上 Findic Review上 这篇文章呢 是一篇理论的文章 一共呢 22页 是非线性光学的 一个经典的文章 就是到现在的话呢 很多人还会 读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呢 它呢 把非线性光学的 一些原理 不仅讲得很清楚 里面很多的现象 很多的东西 包括里面的相位匹配 甚至后来的准相位匹配 等等各种概念 都提出来了 可以毫不夸张地讲 就这篇文章 虽然只有22页了 可以认为基本上 它呢 极大层者 它总结了 非线性光学的 一些基本概念 一些技术 然后呢 为后来的发展呢 指明了方向 可以说 它起到了 是一个引领性的作用 实际上当于 一个刚领性的 这样的一篇文章 那 这篇文章 实际上 可以认为 把非线性光学 的一些基本的原理 已经都穷尽了 我们能想到的一些 非线性光学的一些现象 一些原理 那篇文章里面 基本都剪了 那这篇文章到现在呢 也59年了 那为什么 当时已经 似乎把很多的东西 都搞清楚了之后 而非线性光学 这个领域 后来又成了爆发式的发展 关键之关键是 经过了60年 在我们看来 非线性光学 这名学科 依旧非常年轻 非常有活力 还会产生大量的重要的科研的成果 那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实际上呢 这是因为呢 非线性光学 它是一门应用性非常强的学科 它呢 强烈的依赖 激光技术 光学晶体 以及呢 新的应用的出现 就是在过去的60年 以及可以预见的 下面的10到30年 还会出现新的激光技术 新的光学材料 还会出现新的需求 新的应用 正是这三者 结合在一起呢 在推动了整个学科 让非线性光学呢 永保青春 能够取得进一步的结果 那 知道呢 大家都知道 那关于这个里边的 其中一个技术 激光技术 那为了获得比较容易的 获得非线性光学现象 你就需要呢 你的激光本身的功率要高 那最好最好呢 就是利用这种超快激光 因为超快激光产量的是脉冲 那脉冲呢 对应的峰值功率高 所以呢 利用超快激光 跟非线性晶体 结合在一起 非线性相互作用 就可以呢 非常容易的产生 各种新线的 非线性光学的现象 但激光本身 它的中心波长啊 实际上是比较受限的 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材料 大家可以看到 你可以掺杂各种各样的材料 对吧 但是它基本上产生的 脉冲也好 它激光的中心波长也好 基本上呢 都是分立的 而且是位于几个 相互不连在一起的波段上 比如说 太保湿激光 基本上在800纳米 参意的 不管是固体激光 或者说是光线激光 它的中心波长的 都是在1030纳米左右 泰尔激光呢 在1.55微米 当然现在大家 也有掺杂其他的 比如丢掺火 甚至其他的一些材料 可以把中心波长 进一步的 往常波长上移动 对吧 那大家都知道 光呢 是一个电磁波 对吧 它里边包含着 非常广泛的电磁波的光谱 但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对于我们做光线研究的人 实际上用的最多的 我这里说的不全 其实在每个波段上都有 但是相对来说 比较集中的 大家常用的光学的波段 实际上是从可见光 到中红外 这个波段上 对吧 那可见光呢 基本上就是在400纳米左右 到700纳米 然后呢 中红外呢 差不多的就是从 2微米到20微米 中间呢 还有一个叫近红外 是 差不多是 700纳米到2微米 在不同的波段上呢 对应着不同的需求 或者说 从需求的角度来讲到呢 我们是希望 你最好有一个光 它对应的波长 能够灵活的可调 在大范围内 可以调节 然后呢 这样子可以满足我的需要 对吧 在今天的下半年的课程中呢 我们主要集中在 光波的 在中红外的 这个波段上 因为这个波段上呢 有大量的光谱学的应用 然而呢 在这个波段上呢 没有太好的 直接的激光器 能够给你这样的波长 所以呢 你就必须依赖 非线性光学的手段 把你已经有的波长 通过 非线性光学材料 通过非线性相互作用 产生 新的波长 新的频率 从而呢 能够满足你 光谱学的应用啊 成像的应用等等也好 那 我们的科研呢 相当程度上都是应用 或者科研问题 所趋势的 对吧 那中红外 尤其是中红外的超快光源 到底有哪些用处呢 我在这里呢 给大家做了一下总结 它主要呢 包括频率上的应用 频率上呢 主要是一些光谱学上的应用 对吧 然后呢 在实域上 中红外波段的光源呢 也非常有用 比如说一些基础物理上 想去研究一些二维材料 它本身的一些里面的动态过程 还有一些强厂物理 用中红外波段去产生高磁气波 进行产生二秒脉冲 还有呢 用中红外的波段的非秒激光 可以呢 进行材料的加工 等等 包括最近的 德国的马普索的 他们提出来的 利用中红外的非秒激光 宽光谱 进行医学检测 等等 所以问题就来了 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够产生 中红外波段的非秒激光呢 这就涉及到我们前面 所讲的二阶的非线性过程 我们可以通过混平的办法 一个二阶非线性过程呢 我们通常也把它叫做 三波混平过程 为什么呢 因为它里面涉及到三个 你可以认为是三种不同颜色的光 或者三个频率不同光 如同我们在上一节 结束的时候讲到 如果你有一个非线性晶体 你弱射光有两个频率 Omega1跟Omega2 那你在初射光的时候 不仅有Omega1和Omega2 可能还是产生新的Omega3 这个Omega3呢 对应的 如果你的相位匹配合适的话 它正好等于Omega1 加上Omega2 我们管这个过程呢 叫做和平过程 可以先想象 用和平的话 你产生的光的频率 比任何一个 入射光的频率都要高 Omega3大于Omega1 大于Omega2 所以呢 你得到的是一个波传更短的卖出 那另外一种呢 可能呢 是Omega1 Minus Omega2 对吧 你得到了 这时候呢 得到一个新的Omega3 这个Omega3呢 就有可能 既比Omega1小 也比Omega2小 它对应的呢 就是一个波长 更长的激光 或者说 是一个波长 更长的 非纽脉冲 那如果你选择 Omega1 Omega2合适 选择的晶体也合适 相位匹配也合适的话 你完全有可能 得到的Omega3 对应的波长 正好在中火外 这个波段上 也就是在2到 2到20V米 这个波段上 这种办法呢 就叫做 Difference Frequent Generation 这个地方 有一个缩写 这应该是DFG DFG 那 DFG呢 其实呢 在我们 非线性光学的 真正的应用过程中呢 实际上有不同的 表现形式 有 这个地方 就是比较经典的 就是DFG 两束光进来 Omega1 Omega3了 然后呢 它俩相减 还有可能呢 一束光进来 这个里边 我们都假定 Omega3是频率最高的 它呢 在里边可以呢 通过某种 自发辐射 叫做 参量自发辐射的办法 也会产生 Omega1 跟Omega2 叫参量 也说叫参量 这个下转换 用这种方式 甚至可以产量 纠缠的光磁队 用于做这个量子通讯 等等 还有一种办法呢 一种应用呢 都是DFG的变种 我想指出来 那就是呢 我input的时候 就有一个频率比较高的 但也很强的光 它有一个频率比较低的 但它比较弱 在晶体后边呢 不仅产生了新的 频率成分 Omega2 同时呢 Omega1呢 会被放大 这样呢 我可以把这个晶体呢 作为一个放大器 这种过程呢 叫做光参量放大 那在我们 往期的课程中 来自上海光机所的 梁小燕老师 他是这方面的专家 曾经给大家 做过一个精彩的 课程讲解 主要就是讲解的 HUB这个 Penglature Amplification 那你既然 你可以有 放大 你想象 你就可以把 这个过程 这个晶体 当成一个增益介质 你就可以把它 放到一个显身枪里面 放到显身枪里面之后呢 你就可以做成一个震荡器 像一个Laser一样 这种呢 叫做光参量震荡过程 也可以叫做 光参量震荡器 简称OPO 这些过程 都是我们 飞行光学经常用的手段 那 下面我们就想说了 那到底怎么才能产生 这种 tunable的 然后中红外的外充呢 一种办法呢 就是前面讲的OPO 它的过程呢 就是你呢 有一个台 飞秒激光器 比如说是个 太宝石激光器 中心波长在 500纳米 800纳米 先呢 进行一个二倍频 800纳米 就变成了400纳米 这个400纳米呢 再去bump一个cavity 在cavity里边呢 有一个飞行性晶体 在里边呢 通过 二阶过程 然后呢 产生一个OPO 它呢 就满足下的那个公式 就是你的 bump的波长分之一 等于signal的 波长分之一 加上咸苹果的 波长分之一 这个时候 如果你选择的 效率体系条件 合适 就有可能产生 一个中华业的波长 可以给大家看一看 实际上这种OPO呢 是有现成的产品的 这个呢 是Spectrophysics 他们 早期的一个OPO的产品 这里边呢 上边呢 就是激光 激光部分 然后下边呢 就是这个激光 然后输出来之后呢 然后再 couple到一个cavity里边 最后呢 可以出来 OPO的输出 OPO的晶体 在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呢 它是一个 非常复杂的一个结构 所以呢 在 现在呢 大家想做中红外 飞秒外充的时候呢 往往采取另外一种路线 另外一种路线呢 就是 在晶体里面 就进行简单的DFG 那这个地方呢 我就给大家看呢 现在大家比较 常用的 产生中红外 尤其是波长 比较长的中红外 所用的 比较典型的实验装置 它呢 包括这样子的几部分 首先呢 你要有一个 高功率的 飞秒激光 为什么要高功率呢 因为 中红外 产生的过程呢 它的效率 普遍比较低 一般呢 是比如说 在 百分之一 百分之一 在这个量级上 百分之一 百分之二 在这个量级上 有可能比这个 比较低 那你为了让中红外 的平均功率更高 那你 比较可行的办法呢 之一 就是呢 让你input的光 或者说你的驱动光源 它本身的 平均功率就要高 所以一般 你要想获得 高平均功率的 中红外 飞秒外充 那你的 驱动光源 本身也要是一个 高功率 所谓高功率呢 就是指瓦级 或者实瓦级 甚至白瓦这个量级上的 一个 高平均功率的 激光 这是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呢 你就是把光 分成两部分 分成两数 一数呢 产生岩石 作为蹦普光 另外一数呢 你呢 经过某种 飞线性的手段 这个 我们会讲 我们呢 一般采用光纤的方式 在光纤里面 通过 光纤里面的三界飞线性 不是二界 这里边还涉及到 三界飞线性 产生一个信号光 这个蹦普光 跟信号光呢 它们俩的频率不一样 就是因为在光纤里面 通过飞线性 你把 它的中心波长 移到了另外一个波长 更长一点 变成了信号光脉冲 信号光脉冲 跟蹦普光脉冲 在飞线性晶体里面 进行差评 就可以产生 中弧外 这个里边 当然另外一个 非常重要的部件 就是合适的 可以工作在中弧外 波段的 飞线性光学晶体 基本上 一个系统呢 就包含 这样的几个部分 那么我们先看一看 对于 差评来讲的话 到底在 飞线性光学晶体里面 发生了什么事情 以及 到底有哪些 合适的 飞线性光学晶体 在这个飞线性光学晶体里面呢 它实际上是有三个 不同频率 或者不同波长的 脉冲 它们之间的一个 飞线性的相互作用 你可以认为呢 它是 三波混频的 一个升级版 因为这个时候呢 它不是三个 连续光 而是三个 光学的脉冲 这个地方呢 我分别用 A1 A2 和A3 来代表 三个中心波长 不一样的脉冲 这三个脉冲 在传播的过程中呢 你需要考虑 它们 因为中心波长不一样 所以在晶体里面 走的速度不一样 也就是说 对应的 group velocity 会有区别 会导致两个脉冲之间 可能造成走离 还要呢 考虑到材料本身 对脉冲所产生的 二阶色散 或者群速度色散 这个色散呢 有可能让你的脉冲 在传输的过程中 变得更宽 这个 最后呢 它们是 偶合在一起 这里边A3呢 对应的是 bump光脉冲 那 除了 这三个脉冲 在 有在一起 非线性相互作用 它们显然呢 需要一个合适的 非线性光学晶体 那什么样的 非线性光学晶体 比较适合做 中红外 光源呢 其实有很多 包括我们 前 几堂课 有一次 梁万国老师讲的 PPRN PIPLIN 它呢 就适合做 光学差评 产生 中心波长 在2到5微米 左右的 这个波段里边的脉冲 但是呢 现在的很多的应用 大家更希望产生 中红外的波长 更长一点 所谓的 这里边我管它叫做 长波中红外 长波中红外 的定义呢 就是指你的 MIDAIR的 Vivalence 在6微米以上 就6到20微米 简单说 就6到20微米 我们认为这个波段 叫做长波中红外 它有一些特殊的 应用的需求 在这个波段来讲的话呢 我们常见的 也非常有用 强大的 PIPLIN 或者说Lisa MNLB 它本身呢 就不work了 这时候呢 就需要找其他的经济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列出了 目前比较常用的 可以工作到 长波中红外波段的 中红外 非氧化物 非线性经济 因为氧化物经济 一般它们的波长 都不太会 能超过5个微米 这个里边呢 我们对比了透明窗口 以及呢 它们的有效非线性系数 你有了中红外 光学晶体 你有了三个脉冲 在晶体里边的传输 以及非线相当作用 就可以看到 它们在里边 是怎么如何产生 中红外的脉冲的 我们是在去年 有一篇文章 我们写了一篇文章 就是提出来 如何对DFG进行优化 产生高功率 和高能量的 长波中红外的脉冲 甚至呢 你可以做成激光频率书 中红外的激光频率书 当然这是一篇 理论的文章了 在这个文章里面 我们进行了详细的计算 假定你有两个 中心波长在 一微米左右的脉冲 比如说 宝浦脉冲在1030纳米 Signal脉冲在 1150纳米 我们后面讲到 你怎么产生量的脉冲 然后呢 你有一个晶体 这个晶体呢 我们选择叫 细化家 Gallium Salernic 非常常见的 中红外的晶体 你把这两个脉冲 聚焦 打进这个晶体里面之外 之后 你就会发现 随着在晶体里的 传输距离的增加 就会逐渐的产生 一个中红外的脉冲 这个脉冲 它的中心波长呢 在9.87微米 当然如果你固定 Pump的中心波长 而调节Signal的中心波长 你就会连续的调节 你所产生的MIDI-R 脉冲它的中心波长 右边这副组呢 可以给大家看一看呢 输出来的 在两毫米晶体之外 它长的样子 这里边 蓝颜色的条线 代表的是 Bump的脉冲 它也比较强 对吧 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就说参数 大约Bump的脉冲呢 应该是在 100多纳焦 然后呢 这里边 虚线的 红颜色的脉冲呢 是你的Signal 在Input的时候 在晶体 Input的表面 跑在这儿 因为Signal跟Pump 对应的中心波长不一样 它们两个会走离 在输出端的时候 可以看到 你的Signal脉冲 已经从Bump脉冲的后眼 跑到了前眼 那当然 因为你产生的 9.87微米的 MIDI-R的脉冲 它跟Bump脉冲 和Signal脉冲 的走离更为严重 实际上 你产生的是一个 Chirp的 而且 对应的宽度 大约 接近一批秒的 这样的一个 中火外脉冲 因为它是一个 Hiley Chirp的 这样一个脉冲 它的Chirp的原因 主要就来自于 材料里面的 这些不同波长的 光脉冲之间的走离 以及材料本身的 一些刺散 我们呢 还研究了 你如何 能够增加 MIDI-R脉冲的 能量 我们呢 这个左边 第一幅图呢 是呢 我们在 逐渐的增加 Bump脉冲的能量 同时呢 考虑 信号光的能量呢 分别是 0.1纳较 和10纳较 的情况下 你增加Bump脉冲的 能量的情况下 你的Adler 也就是MIDI-R脉冲 它本身能量的变化 大家可以看到 我用虚线 明显的 把Energy的变化分 做了两个区域 在Pump的Energy 比较低的时候 你的Adler的Energy 随着Pump的Energy的增加 而线性增加 但是 超过一定能量之后 它呢 会指数增加 实际上呢 右边这个区域呢 就对应的 叫做OPA的区域 Optical Parametric 和MPTQ 左边这个区域呢 我把它叫做Linear Regime 也是我们经常用的 BFG的Regime 为什么呢 就是 因为在我们 做MIDI-R Frequency Comb的人 或者有很多的应用 你是需要你的 脉冲的存储频率要高 基本上都是在 30兆赫兹以上 在这个时候 你的Pump的Energy 是不太可能 太高 对吧 就是你的存储频率 很高的情况下 你的Pump的Energy 就会相应来说 比较的低 否则的话 你的平均功率太高 你会有热的问题 你会Demage 你的Material等等 也就是说 在高重复频率的系统里边 你的系统 你产生MIDI-R的过程 永远是Work在Linear Regime 也就是 虚线以左的这个Regime 我们同时 同样呢 也对MIDI-R 脉冲的能量 随Signal脉冲的能量 进行了一个研究 发现呢 也是可以分成两区域 Signal脉冲能量 在一个范围之内 的时候呢 也是一个Linear Regime 最后我们得出来的结论呢 实际上 对于我们所感兴趣的 存活频率比较高的 长波中红外的DFG过程 它就是工作在Linear Regime 这个Linear Regime 意味着 你的MIDI-R Pulse Energy 既正比于你的 Input的Pump的Pulse Energy 也正比于 SignalPulse Energy 或者说简单的说 就是这两个PumpPulse 跟SignalPulse 它两个Energy的成绩 右边呢 我们还算了 如果你增加 Crystal距离的话 你当然 MIDI-R Pulse Energy 也会增加 但是呢 由于你有比较严重的 脉冲之间的走迷 实际上 你 Crystal如果太长的话 它最后的话呢 效率实际上并不会 太有太多的增加 这是1微米的情况 那如果我们把 PumpPulse 跟SignalPulse 从1微米 挪到2微米的情况 实际上呢 你会有非常大的改善 因应的那是呢 你的Pump 跟SignalPulse的中心波场 更接近你所感兴趣的 MIDI-R 的中心波场 所以呢 就导致你的 天然的转化效率 就比较高 就光子到光子的 量子效率就比较高 这第一 第二呢 那材料本身 所导致的 脉冲之间的走离呢 也会减小 在这个里边呢 我们是对比了 1微米跟2微米的情况 上面的两条黑线呢 是1微米的情况 分别代表了Pump 跟AdlerPulse之间的走离 以及Pump跟SignalPulse之间的 走离 Group Velocity 不同所导致的走离 然后蓝颜色线 对应的是2微米的情况 可以看到 当你把PumpPulse跟SignalPulse 挪到2微米的时候 实际上你的走离的效果 会大大的减弱 正是因为走离效果的 大大减弱 你就可以非常有效的 提高你的 MedialPulse的 转化效率跟Energy 在这张PPT里边呢 我们就计算了 2微米的脉冲 进行MedialPulse 产生的过程 可以看到 你所产生的 MedialPulse呢 它本身并没有 太多的转宽 走离非常非常小 右边这个图 可以看得更清楚 即使我们把 细化夹的厚度 增加到4个毫米 在输出端的时候 大家也可以看到 你的Input的Signal 跟Output的Signal 只走离了 相对来讲 只走离了一点点 然后呢 你的所产生的 中心波长在 7.87微米的 Medial的脉冲呢 它本身 Turf呢 也不是很大 相对PumpPulse 跟SignalPulse呢 只有比较小的走力 那我们当然也做了 一些 进一步的Energy的计算 实际上呢 表明 利用2微米的脉冲 进行 作为驱动员 做DFG的话 你有望能够直接产生 卖出能量 达到10纳焦的 中心波长 在10位里左右的 Medial Pulse 10纳焦 如果你有30兆赫兹的 传出率的话 那你平均功力 可以达到300个毫瓦 这已经是非常非常 了不起的 Midial 也非常强大的Midial 光源了 目前的 就是利用这种 两个Pulse之间 进行DFG 产生Midial Pulse的 它的 Power跟Energy 目前还没有这么高 应该 还比这个 还要再低两次 说上去 好 在我们 讲解了 非线性晶体里边 所发生的事情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 DFG 系统里边的 前面的这个光源 那光源到底用什么 对吧 我在前面 已经给大家介绍了 你最好呢 就是用一个 高功率的 非线光源 对吧 那非线光源呢 我们又知道 有固态的 非线激光 也有光线激光 因为我本人 所从事的领域的原因呢 我是比较倾断于 光线激光器 因为我就做 超快光线激光器 这方面研究的 在去年的时候呢 我跟VG老师 VG老师呢 在下周三 他呢 是 在这个光学 咱们这个光子 就公开课的系列里边 他将下一次 给大家做报告 主要讲解 超快激光 这方面的研究 那呢 我们两个写了一篇 宗室文章 给大家介绍 在过去20年 超快光线激光器的发展 里边呢 尤其比较突出的 就是里边的 绿颜色 所代表的 超快的 参与的光线激光器 不仅呢 publication最多 而且呢 它具有最好的 功率可扩展性 可以得到 现在目前的 飞秒激光 平均功率的季度呢 就是由超快的 参与光线激光器 所保持 目前呢 可以平均功率 可以达到1万瓦 1万瓦的飞秒激光 好 那除了超快激光 跟飞燕晶体之外 其中另外一个 非常重要 也是第三个 关键的器件呢 就是你怎么能够 从你的驱动激光 里边产生 另外一个 中心波长可调的 信号高卖出 这个呢 就需要利用 光线里面的飞线性 光线里面的飞线性呢 与我们飞线性晶体里面的 飞线性呢 一般不同 飞线性晶体呢 我们常用的 主要就利用它的 二级飞线性 K2 而光线里面呢 由于光线本身 是玻璃材料所致 所以呢 它具有空间对称性 导致呢 它里面是没有K2的 它呢 最低的飞线性的效应 对应的呢 就是三级的飞线性效应 K3 里面比较常见的 是叫这个Curl Effect 这个飞线性光学现象 那Curl Effect呢 就是指当脉冲 在传输的过程中 它所看到的折射率 实际上是依赖于 脉冲本身的 Intensity Intensity会改变 脉冲本身 所看到的折射率 那当然也就改变了 脉冲本身所积累的 实践上的相位 我们管这种现象呢 叫做自相位调制效应 因为这种相位的调制呢 来源于脉冲 自己的自己本身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这个飞线性过程呢 是一个三级的过程 那它所导致的现象 就有可能 你产生新的频率分量 我们呢 如果从事 就是飞线性光学 有很多非常漂亮的教科书 然后呢 对应的 如果你研究的是脉冲 在光线里面传说 它呢就产生了另外一个 更小的研究的领域 叫做飞线性光线光学 它主要就是研究 一个超短脉冲 在光线 或者更广泛一点 说在波导里面传输的过程中 它里面有哪些飞线性现象呢 脉冲跟材料是怎么相互作用的等等 我们都知道呢 这个时候呢 就要用另外一个方程来描述 它叫做飞线性确定的方程 对吧 前面给大家讲的 描述 二阶效应里面的三波混屏的时候呢 利用的就叫一个三波混屏的方程 这个时候呢 在光线里面就要用到飞线性确定的方程 它要考虑到脉冲的色散呢 二阶色散 三阶色散对脉冲的影响呢 还要考虑到 还有考虑到寿金拉曼呢 等等的 这样的效应 有另外一本非常经典的教科书 也是洛西斯特大学 光学中心的一个教授 他写的叫Malina Fiber Optics 这本书可以是这个领域里面的圣经 总之 在这呢 我想告诉大家 飞线外充跟光线进行相互作用 具有非常丰富的非线性光学现象 利用这些非线性光学现象 我们就可以产生中心波长 可以调节的信号光脉冲 然后呢 跟蹦谱光进行 踏皮就可以产生中红外脉冲 那利用非线性光线光学的手段 进行波长转换呢 主要有下面的这四种方式 一种呢 叫做产生差联系谱 就是脉冲进去 光谱距离的展宽 你在后边呢 可以选择光谱里边的某一部分 然后作为信号光 还有一个呢 叫做四三波产生 但四三波产生呢 它产生的往往是一个中心波长 更短的脉冲 而且呢 调节性比较差 一般呢 很少有人用这种办法 来产生信号和脉冲 第三种方式呢 是大家比较常见的 叫做孤子自平移 它呢 是利用了光线中的受机拉曼效应 当一个脉冲 在负色散光线里边传输的时候 由于受机拉曼 导致脉冲本身 它的中心波长会连续的往更长的波长上移动 同时呢 保证脉冲 它本身是一个变幻极限脉冲 而且是一个 Solipan 一个光学的固子 第四种办法呢 是我当年在德国的时候提出来一种办法 叫做呢 基于自相位调制的光谱滤膊的方式 我把它解决成Size 这个呢 也是当年刘伟在那读博士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通过实验的方式进行了验证 通过我前面的理论介绍 大家可以知道 那些理论的计算 最后想得出来的一个结论就是 中红外脉冲 它的脉冲能量实际上是正比于 泵普脉冲的能量 跟Sigma脉冲能量的成绩 但我想 精确的说 就是指那种 储物频率比较高的系统 它一定工作在现行区 就会满足这个公式 左边这张团呢 实际上是对比了不同方式 所得到的中红外脉冲源 它的功率的情况 你可以把纵轴就理解成 差不多是个平均功率 实际上呢 它对比的是中红外的激光平均书 每一个书尺 到底对应的是多少的功率 但是你可以基本上认为 它是一个平均功率的概念 数的坐标轴 你可以看到呢 横坐标轴呢 是波长 在波长比较短的时候呢 比如说在两微米左右 从可天光到两微米 你还可以用激光直接产生 对吧 然后呢 在5.5或者6微米以下的时候 你还可以用OPO的方式 产生比较强大了 功率比较高的 这样的非秒脉冲源 但是当一旦波长 超过5微米超过6微米 进入了长波中红外这个波段 实际上你就没有什么太好的选择 能够获得长波中红外 非秒脉冲的方式 几乎就只有DFG这一种方式 但也可以从这个图里看到 但对比其他的方式的话 它所产生的中红外光源的平均功率 就非常非常的低 当年我们提出 进行理论的研究 主要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如何把长波中红外 DFG 基于DFG的中红外 非秒光源 把它的平均功率 能够显著的提高 那我们通过理论计算 就发现 MIDAIR的 通过DFG产生的 脉冲的能量 它是正比于 Bump外充能量 和Signal脉冲能量的成绩 而在一般的 大家的实现过程中呢 总是把Bump外充的能量 提的非常高 往往是Signal脉冲能量的 几个数量级 高几个数量级 所以我们呢 就反其道而行之 我们就想说 那能不能有一种 非线性光学的手段 导致你产生的 波长可调写的 信号光脉冲 它的脉冲能量 能够非常高 以至于跟你的Bump光 脉冲的能量差不多 在这种情况下 你是通过提高ES 来显著的提高 MIDAIR Pulse的Energy 所以问题就归介于 你有什么样的办法 对吧 什么样的非线性光线 光学的手段 能够提高 所产生的 可调写的信号光的 脉冲的能量 能够让它具有 非常好的能量可拓展性 那我们提出的 一种方式呢 叫做Signal脉冲 它呢 其实工作原理呢 非常简单 我们是在2016年 发表的文章 提出的这个 对第一作者 就是刘伟老师 在这篇文章里边呢 我们就提出 可以呢 利用一段非常短的光纤 通过自相位调制效应 来展开光谱 自相位调制效应呢 它展开的光谱呢 一个非常大的特点 就是呢 它会形成一系列的 光谱的旁绊 就像这里边的 蓝色的曲线所示 这个时候呢 你只需要把最左边的旁绊 或者最右边的旁绊 滤出来就可以得到 一个中心波长可调的 然后呢 宽度接近变换极限的 然后呢 能量又可以 拓展的非常好的 这样的一个脉冲 为什么它怎么拓展 它的脉冲的能量呢 就是因为 我可以用更短的光纤 然后通过进一步的 提高脉冲的能量 来展宽光谱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导致 你的输出的脉冲能量 也很高 那我们做了一系列的实验 其中一个呢 在18年的时候呢 我们就展示 实际上呢 利用这种办法呢 你可以获得 中心波长在1.3微米 或者1.7微米 它当然是可以调节的了 然后呢 脉冲的能量 可以达到130个纳角 130个纳角 我们都知道 Raman Soliton这种方式 虽然大家用的很多 但是在一般的 氮膜光纤里边 所产生的 Raman Soliton的脉冲能量 如果是在1.03微米的话 它呢 不会超过 一个纳角 但1.5微米的话 它也只有 几个纳角而已 用我们这种办法呢 用那种方式 所产生的 脉冲呢 它的能量 可以认为提高了 接近两个数量级 那既然 有了这样的光源 对吧 我们可以做到 让Signal Pulse的脉冲能量 显著的提高 那么我们就可以 进行MIDA2的实验 从而提高 MIDA2 Pulse的 Energy 对吧 那后来呢 也是 我们在 当年我们还在 德国工作的时候呢 就真正的进行了 这样的实验 当时的系统呢 也是通过一个 高功率的 掺耳的 光纤激光 掺液的光纤激光器 然后呢 把它分成了两络 大家可以看到 下面这种呢 产生岩石 作为泵浦光 上面呢 通过一个光纤 通过刚才我说的 光谱滤波的方式 产生中心波长 可以调节的脉冲 然后将两个合在一起 聚焦到 细化夹晶体里边 出来之后 滤波准直 然后呢 进行测量 这个呢 就是在 18年的时候 我们做的实验结果 第一座 叫周耕激 他现在呢 在上海光级所工作 这个 我们当时呢 先用了一个 0.5毫米的 细化夹晶体 所产生的 DFG呢 可以看到 它中心波长 从7.5微米吧 大约到17微米 可以调 可以调节 就覆盖了 几乎整个的 长波中坏的 光谱范围 然后呢 它的平均功率呢 大约是在 毫瓦量级 这个地方呢 是用了0.5 个毫米的 细化夹 它的平均功率呢 最高是不到 两个毫瓦 后来呢 我们又试了 用 两毫米的 细化夹 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的平均功率 可以进一步的提高到 最高的时候呢 在 9微米左右的时候呢 可以达到 5个毫瓦 但是呢 由于你的晶体 变长了 所以呢 它的相位匹配的 带宽 就变窄了 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所产生的 mini data的光谱呢 比原来变的 就要窄一些 所以它们俩之间呢 是有一个 关联的 我们叫trade off 就是一个 平均功率变高了 但是你的光谱呢 会变窄 最近呢 我们是 写了一篇 邀请的综述 应该 在这个 红外机缸工程上 现在呢 正在 马上要印出来了 应该很快就出来 在这边 中书里边呢 其实呢 我的课 主要就总结了 我刚才讲的 课程的第二部分 就是最近的 三四十分钟 所讲的内容 就是在一个 长波中火外 这样的一个 DFG的系统里边 如果你要得到 非常强的 非秒脉冲的话 那么有哪些 你需要做的 以及目前 世界上最好的结果 以及在晶体 有哪些中火外的 晶体可以选择 等等 并且呢 对将来的 发展方向呢 进行了一定的展望 有兴趣的话呢 大家可以等一等 可能在 一个月之内吧 这篇文章就会出来 这是一篇 中文的综述 好 好的 那可能第二部分呢 没有第一部分 讲的那么的轻松 第一部分呢 主要讲的 有趣 都是一些历史的故事 然后呢 一些基本的概念 可能第一部分呢 听起来没有什么难度 第二部分呢 相对来说呢 我们就选择了一个 比较 窄一点的 一个题目 对吧 我们讲的是光学 插屏 通过光学插屏呢 虽然呢 你可以拓展出去 光彩量放大 光彩量震荡器 等等这些概念 但我们呢 最终还是 想用DFG的办法 直接产生 中红外的 脉冲 那 在产生这个中红外脉冲的时候呢 我们就知道 你呢 晶体呢 非线光学晶体非常重要 但是呢 如果你想 得到 长波中红外 也就是波长在 6微米以上的话 我们很多 目前经常用的 这些晶体 就是它含养的 这些非线晶体 基本上就不能用了 你就需要用到 其他的一些晶体 而且 在这个波段上呢 最有效的 产生非线外重的方式呢 就是 用 DFG的方式 那最后呢 做conclusion呢 我基本上就是 用了这幅图 可以给大家 看一看 目前呢 基本上 这个领域的一些 发展的 现状 我相信呢 随着 超快激光技术的进步 我们可以把激光 做得越来越强 越来越稳定 还有呢 新出现的一些 晶体 中湖外的晶体 晶体的进步 那我们 期待的 中湖外 脉冲的 它的平均功率呢 将来也会增加 那现在的 很多的应用 之所以没有 没有用到 实际是因为 光源本身 就中湖外 非线光源本身 太弱了 它的发展呢 远远的落后于 应用的需求 这个呢 就退回到 我在这次公开课的 刚讲的 第二页PPT 也就是说 当我们有一个需求 明确的知道 我想用什么样的 一个激光参数 我就可以解决 但是呢 你有的激光本身 不能提供 这样的参数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不得不 借助于 非线性光学的手段 好在非线性光学呢 它有各种 各样的技术 对吧 可以呢 非常强有力的 扩充 你的激光本身的参数范围 从而能够满足 你的应用的需求 也就是说 还是我们利用 非线性光学 来作为光源 和需求之间的 一个桥梁 能够 最重要的是 让我们能够解决问题 对吧 在公开的课的最后 就像我以前 每次做报告一样 都要夹带私货 夹带私货呢 主要两部分 一部分呢 当然是自己的科研 对吧 我们具体在实验时期 我们在做什么样的研究 对吧 并不表示同行的研究 不重要 因为主要时间有限 有很多同行的研究 我非常抱歉 没有时间提 有很多很多的漂亮 同行做了非常非常 漂亮的工作 我们的实验 我们的工作 也是在同行的基础之上 往前呢 再推一小步 那除了那部分的 私货之外呢 另外一个私货呢 就是我自己的一个 微信的公众号 本人姓长嘛 长过近 所以呢 那就起了一个 非常 接地气的 公众号的名字 就叫光伯长 这样子呢 朗朗胜口 也比较好记 我还要数一下 这个光伯长的公众号呢 办了五年多一点了 当年刚开始办的时候呢 也是跟刘伟老师 我们两个一起 实际上是他 帮我注册了账号 可能现在 有的时候 我们这个 因为广告 还有一点收入 那个收入的钱 也是打在 刘伟老师的某个银行卡上 我也不知道 到底里边有了多少钱了 反正没有看到 刘伟老师 把这个 没有告诉我们 到底里边有多少钱 这个公众号 现在呢 有八千位 爱好光学的同仁们 订阅了这个公众号 我在公众号里边呢 我会 里边呢 以前的时候 是放了自己的 讲课的一些东西 一些课程 里边呢 有一个跟 这次课程非常密切的 联系的 就是非线光学基础 我当时在德国的时候 是给一些 对光学 不太了解的 学化学的人 他们呢 想了解非线光学 我就自己呢 设计了一个 非线光学五奖 利用五奖的时间 每奖大约两个小时 一共差不多十个小时 可以把整个 非线光学里边的一些 基本概念 一些重要的东西呢 把它捋清楚 大家反响还都不错 我后来就把这个课件 整理出来 写成了文字 然后 放在了自己的公众号上 还有另外一名课的 也有什么 简明光学 也在这个公众号上 现在目前做的呢 主要就是把 每周 差不多一两周左右呢 我们会 根据 目前 这个领域 整个领域的发展呢 会选择一些 最新的文献 进行一些个导读 我们的解读 然后呢 写成1000到2000字 左右的文章 然后放到这个 公众号上来 目前的 公众号上的文章呢 主要分成了三类 它呢 按照了 我的 这边的 学生所从事的 三个科研方向 一个呢 是超快 非线性激光 对吧 这就是光源部分 非线性激光 应该叫做 光线激光器 超快 超快光线激光 这是一个领域 第二个领域呢 是超快 非线性光学 跟咱们的题目 非常契合 非线性光学 第三部分呢 就是多光线 小领域成像 这是我目前 主要从事的 需要 非常感兴趣的 要解决的 科研的问题 就集中在 多光线 小领域成像 尤其是在 医学领域的 解决医学领域的 一些问题 所以可以看到呢 这三个专题呢 正好就契合了 我刚开始提到的 应用 然后呢 桥梁 非线性光学 和光源 高功率 也不一定是高功率 就是超快 光线激光 这三个 好 我今天呢 报告里边的PPT呢 也会 马上整理出来 应该在明天吧 我就会把它放到 我的 微信的 观众号上 大家呢 可以去下载 我的PPT 下载之后呢 大家随便用 随便传约 不需要我的允许 我们就是希望 这些跟光学 有关系的知识呢 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 喜欢 掌握 和应用 最后 谢谢大家 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我们可以接着讨论 非常感谢 陈老师 精彩的报告 一边讲历史 一边讲 这种 硬核的 这个知识 关于这个 公众号的事情 我先做一个声明 目前 因为陈老师 之前一直都 现在还是一样 比较高难 拒绝腾讯 插播广告 在里面 现在累计 已经入账 200块人民币 我都没提起 还待在程序 我下个月去北京 请您和 主力的学生 去喝杯奶茶 我先给他预资了 我十年之后 再去 这个钱 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在 在我们直播的 平台里面 输入 那么在这个输入 过程中 可能我先想 那个问几个问题 当然那个 陈老师在 您在讲 这个我们这个 中文外 有非常多的一些应用 然后现在 可能还有一些应用 不是 应用的不量 不是那么广 对吧 那可能主要是 现在这个光 要么是功率 是能量 主要是这个 晶体的问题 你觉得我们 现在国内 这个中文外的晶体 它大概是 有什么样的限制呢 我们知道我们BBO 这些核件 之外 这个这种晶体 我们是我们国家 我们不知道中文外的晶体 现在我们国家 发展怎么样 这个 实际上 就是咱们国内的 做晶体的水平 实际上是非常高的 对吧 比如说有一些晶体 是咱们独有的 或者说中国手上的 包括BBO LBO 后来我们还卡外国 国字的KBBF 这样的晶体 所以说我们研究 晶体在晶体这方面的 积累 在国内是非常领先的 可能中文外这部分 相对来说的话 要有些晶体上 可能要滞后一点 但是这几年 在中文外晶体上 国内也有 非常长度的进步 因为我了解的 不是特别全量 我只说我知道的话 可能是以天盖全了 只是我在两周之前 去成都开 泰赫兹的会议的时候 到成都那边的 酒院三所下边 一个科技组 他们做中文外晶体 当时跟我讨论的是 一个叫做尹文龙老师 然后给我介绍了 他们科技组的中文外晶体 已经做得非常非常地好了 然后我们可能要合作 然后看一下这个结果 他们说的 在他们实验室里边 我看到了很多这方面的 中华业的晶体 有一些已经静止 已经超过了 国外的同行的水平 然后但是中华业晶体 我这个表里边没有列 还有一种 它叫做 叫做Orientation Titan 晶体 就是把像最后里边 这三个 比如像零化家 零化家 深化家 这样的晶体 因为它是没有双折射的 所以这两个晶体 大家可以看到 尤其是深化家 它的 电线系数非常高 达到了8.5 它的 透过绿的 透明窗口 也非常的宽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理想的 中华业晶体 但这种晶体 因为它没有双折射 就导致它没有办法 用这种晶体 马上实现相位匹配 通过切割的方式 在国外 它们就发展成为一种 叫做Orientation Patent 的真化家 或者零化家 通过生长的方式 我可以实现 像PPRN那样的准相位匹配 但是因为它们 不能像PPRN那样 通过加高电压的方式 对它进行极化 所以就BPA发展一整套的 半导体生长的工艺 从而长出 满足准相位匹配的 这样的 叫做Orientation Patent 的零化家 或者Orientation Patent 的深化家 这个的话 目前国外 几乎就只有一家能做 在美国的一个 叫做BA System里边 还只有一个人 叫Peter Shuneman 他能做 目前在国内 据我所说的话 也可能是 过来把温 也可能是过来把温 可能国内在这个 可能还没有突破 还没有见到国内报道 做这方面的经济 目前有这样的情况 这也是 因为我们最近 科研上有些需求 也是中氧红外的一些激光 然后我们调研了一些 比较成熟的商用的激光 我发现中氧红外这一块 转换效率都比较的低 这也可能是您说的 可能这个项外匹配的一个 可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然后我还 我看一下大家的 大家可能还那个我们 要不 常老师我来提过你 好吗 好 那个刚才也跟常老师汇报一下 刚才我也看了看那个 B站和那个扣享学术 反正好像目前来看的话 有三千多那个听众吧 就是数据统计的话 还是非常受关注和欢迎的 张老师 讲了很多历史的一些 典故啊 是吧 非常怎么说 非常我们一般不太关注 而且不知道的一些历史的细节 这是我觉得对我们同学们 老师们以后上课都是很有帮助的 然后呢 我个人就问一下 您做那个DFG产生中红外 那我以前也关注到 就是用DFG产生太和磁是吧 对 就是我不知道就是 用DFG产生太和磁 因为在太和磁波段呢 它可能会比中红外波段 波长更长 那会不会它的那个转换效率 以及这个输出功率密度 会有很大的限制 对对对 是说 就是说现在比较常用的 利用非免激光产生太和磁的话呢 实际上常用的就是 前面讲的这种叫做 光整流的 光整流的手段 在这个地方 光整流的手段 实际上呢 它那是一个脉冲 它的频谱够宽 然后呢 它脉冲下边的频谱之间 自己进行自查评 你可以理解的叫做 intra pulse DFG 然后呢 它呢就可以产生 中心不长在太和磁波段的 这样的脉冲 但是呢 更如刚才前面所讲的 它 因为 因为太和磁 它的中心波长更远 距离里的 泵浦的脉冲 所以就导致呢 它的本来的 它的转化效率 量子效率就比较低 所以一般来讲的话呢 利用这种方式 产生太和磁脉冲 它产生的效率 或者产生的平均功率 比我们产生 风浦外脉冲的效率 和功率还要再低 至少应该还要再低 一两个数量左右 这个呢 也是限制太和磁应用的 一个主要的瓶颈 也就是说 现在呢 就是太和磁研究非常火了 在国内 但是它在里边的应用呢 除了墙场的应用 对吧 一些基础的 物理上的应用 另外一个呢 大家还是希望利用太和磁 比较高平均功率的太和磁 进行检测 哪怕虫像啊 检测呀 生物检测呀 毒品检测呀 等等 在这种检测的过程中 最终依赖于你的检测 效果好坏的话呢 就是你的信造比 那信造比呢 其中重要就是 你能不能把signal变强 那你的signal呢 实际上是正比于 你的平均功率的 所以现在的 一个发展方向 当然也是他们目前的 一个限制 就是太和磁的光源的 平均功率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低 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呢 也是限制了太和磁 不断的 招展脉冲的一些应用 好的 好的 明白 好的 谢谢程老师 刘老师您那个语音 好的 程老师 这里有一堆问题了 非常踊跃 有一位是问 目前用什么晶体 产生长波中红外 可能远红外比较好 他说长波中红外 现在主要用什么晶体 还是大家集中在晶体问题上 对 这个晶体呢 我把这个晶体的表格 都列在这了 这就是目前可以选择的 这个长波中红外的晶体 这里边比较常见的 是 比如国外 用的比较多的 这个CISP 但是它只到九微米 但这个CISP呢 它的有效飞线系数很高 高到了八速 不过还是很遗憾 因为这个CISP 这个晶体的话 目前做的比较好的话 或者说 我们见到的这些 比较好的工作 报道的工作 它们的晶体 都来自于同一家 就是我刚才说的 做OpGap 或者OpGas的那个人 叫Peter Sunderman 他在美国的 位于马西亚州的 BAE CISO 是一家英国公司 但是有军方背景 所以像CISP OpGap OpGas 这些的话 它是对咱们禁运的 也就是说 刚才说的这三种晶体 做长波中红外 各种 长波中红外的话 或者说 都各有优势了 但是我们基本上 没有这样的晶体 另外一个 就是 是细化夹 是比较常见的 可以看到 细化夹这个晶体 它透明窗口也很高 然后 非线性的系数 相对来说 也比较的好 54也算是高的了 但细化夹晶体 它本身 问题就在于 它 就是一个 它不能够切割 一个任意的角度 没有办法切割 所以你要做 相微比对的话 就要大角度的 去转这个晶体 转这个晶体的话 它就在表面 有非常强的反射 大约你可以损失 25%的功率 在前表面 损失25% 在后表面 再损失25% 这个就非常一般 但是这种晶体 它就是 比较的软 然后你不太好处理 然后可能 还有一个是 林哲新 ZGP 这个晶体 也不错 非线性系数非常高 比细化夹还高 但它透明窗口 只有到11微米 对吧 但如果看你的应用了 如果11微米不是个问题的话 对吧 你只要想产生11微米以下的话 那用ZGP也不错 但ZGP的问题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左边的窗口 又比较的长 两微米 也就是说 你要用ZGP 这个晶体来产生 中红外 或者长波中红外的话 你的Bump的脉冲 就不能用1微米 就只能用2微米 或者2微米以上了 对吧 但是现在我们 实验室里比较常见的激光 尤其是高功率的激光 还是以1微米居多 真正的2微米的 高功率的激光呢 现在正在做 也有非常多的应用 相对来讲 还没有那么的普遍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这个表格里边呢 当然还有一些精品呢 这些精品也都不错 但这些精品比较小 而且非线性数比较低 所以可以看到 似乎没有一个特别完美的精品 从你能不能拿到这个精品 然后这个精品的透明的窗口 什么范围 它有效的非线性数 又是多大 然后再考虑到 你目前手头有什么样的 超快的激光器 对吧 你可能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 优化 最后呢得到一个 比较适合自己的精品 嗯 OK 谢谢 刚才有一位那个老师 补充了说那个CSP 咱们国内还是有的 哦好好那我收回 就是可能我读的文件有件 我读的文件 我关注的 我读的文件里面 看到的CSP都来自于 像皮特顺德文的 可能这两年没有太关注 不好意思 希望没有得罪组合 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 我们可以宣传一波 这位这位老师说 川纳 山纳都有这个CSP 它只有长的 可能成熟度 可能还需要改进 它长的时候容易爆掉 然后再问下一个问题哦 有一位在问这个长波的 红外现在有什么样应用的案例 可能是您有一张PPT里面 也显示它有在安装检测啊 这个数据啊 对对对 要例子 哦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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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可以 好的 这个里边呢 其实 做的蛮多的了 就是五花班门 做这个研究植物的 研究这个食品卫生的 生物的 他们的都是光谱学上的应用 然后还有一些什么 光谱学上的探测的 在这方面用的 用的比较的多 对吧 这边那是肯定是有的 对吧 但是用这种非秒的 用超快的 宽带的 因为现在受限于 你没有这样的source 对吧 所以他们用是用别的那种 比如说不太肯定调的 或者用那个量子极链激光器 QCL 直接产生的 长波中和外的波段 然后呢 你可以做一些spitrosity的应用 但是如果你有这种 宽光谱的 功率又高的 对吧 甚至是一个frequency控 你可以想象 在光谱学上的应用 应该是更加的狗犯 然后至于在实域上的应用的话 那这个的话呢 我刚才讲的 就是比如说 在强场物理 在高次斜波产生 在包括后边产生阿秒 它是希望你的 驱动的激光的波长 尽量长一点 这样子呢 你产生的 高次斜波的几次会更高 然后呢 你对应的 所产生的高次斜波的 光子的能量会更高 比如说可以到 X3这个波段上 对吧 它当然会有 很多的应用了 对吧 然后这是 一个强场物理的应用 另外一个呢 最近这个我在讲的过程中 说到的 出来的一个应用 是原来的德国的一个 马尔库索 Franc Prost 这个教授 他本来原来做这个阿秒的 现在呢 就转向 做生物医学方面的 有用 治疗癌症 它检测癌症 癌症的早期检测 它呢 提出来的一种办法 就是呢 利用长波中 国外的 非秒脉冲 然后呢 跟 你的 组织 或者血液 什么相互作用 然后呢 会产生 微量的吸收 这个吸收 非常非常的弱 或者 非常小的信号 然后呢 它采取 电光采样的方式 对中 国外的脉冲 进行 测量 然后呢 就可以反推回去 到底 你 吸收了 你这个中红外脉冲的 东西到底是什么 它希望呢 能够 比如说 血液在流动的过程中 我一束中红外的脉冲 过去之后 我通过后边 通过义无采样 我就可以知道 里边 在血液里边 都有一些 哪些 非常微量的 这些分子 然后就某些分子 很有可能 就是早期癌症的 它的一个 label 一个标签 对吧 利用这种方式 就可以找到 它应该 是应该 今年一月份吧 有一天三次吧 就来讲这个 这个idea 所以呢 可以预见 它那个呢 就非常需要 这种 长波 中口外 高平均功率的 非常快充 这是 实域上的一个应用 另外一个 实域上的应用呢 实际上是做 基础物理的 Pump Pro 探测的这些人 他们呢 在研究一些 最新型的一些 二维材料 因为我在物理所工作 有很多同事 在研究这种 新型的材料 这些材料呢 本身 比如一些 破骨绝缘体 一些二维材料 一些半金属材料 等等 他们的能级 非常非常的小 就是能带 半gap很小 这半gap 小到呢 在 比如说在100 mili 一维 100毫电子辅导 对吧 甚至有可能更小 它对应的呢 正好呢 就是长波重拐 大约在10毫米啊 在这个波段上 它又需要 再研究 这种材料 它的输入过程 它的一些动态过程 它就需要有一个脉冲 或者说一个激发脉冲 这个脉冲本身呢 它既是非毛的 同时呢 它的波长 又是在10毫米左右 等等 OK 就举一些 这些简单的例子吧 应该还有其他的一些 那我的 可作者呢 和我 或者说我比较感兴趣 和关注的呢 主要就是这些应用 OK 那 那我再说下一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也是 讲的这个应用的 这位提供者 可能对您的这个研究 还比较熟悉 因为我们这个主题 讲的是 中红外的这个产生 那我们知道 提升这个中红外的 展望效率 一个是晶体的问题 另外一个最关键的是 那个信号观的能量的提升 是吧 因为是分别相当的一个 呈现的一个比例 所以他在问 针对这个信号光提问 因为他在问这个 多光子行为成像镜的问题 他说不知道你 比如说1.2 1.3微米的 这个超坏激光 对生物组织的这个光损伤 是如何来评价 因为我们也在做多光子 想必须成像了 我们利用 这里讲这个赛斯的光源 既然我们可以大范围挑战 比如说我们可以把1.2 甚至1.3微米的光 滤出来 跟生物组织进行 相互作用产生 也是二倍频三倍频 实际上也是一个 非线光学的过程 可以可见这个 非线光学无处不在了 其实我们做的任何 我做的研究的里面 几乎没有一个地方 离得开非线性光学 那经过非线相互作用的 产生二倍频三倍频 或者多光子的激发的荧光 就可以对组织 区分不同的组织 然后进行成像 至于这个光损伤的时候 实际上 我自己没有去研究它 但是有很多的课题组 发表了大量的文章来研究 然后大家有一些基本的共识 可能就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 你的波长越长的话 你的 因为光子的能量就越低 所以造成的光损伤的可能性 就会降低 第二 这个光损伤的话 好多的时候 它是平均功率决定的 就是你最好 平均功率不要太高 太高的话 因为你的这些组织会吸收光 它就会产生热量 会加热 我们都知道 比如说咱们人 你就希望你这个温度 就是37度左右 然后你不想让温度变得太多 否则你的蛋白质就变性了 所以你不希望你观察的 这个生物组织 它本身的温度升高太高 所以这个地方 就要把平均功率 尽量维持在一个安全的范围之内 他们一般来讲的话 像康奈尔大学的克里斯学教授 他认为的 你的照射在生物体表面的 平均功率应该不超过100个毫瓦 但他觉得 氮脉充能量其实可以很高 氮脉充能量高 然后脉充能量短 然后峰值功率 这样子的话 就可以提高你所产生的现化 这是第二一点 第三一点 他们是可以 我只是做激光和光学这方面研究 不做医学跟生物学的方面研究 只是有点涉猎 但是文献上讲 他们是可以做实验 来验读到底 我的光是不是打得太多了 是不是造成了光损伤 比如说他们有一些 我记得 比如说 一些斑马鱼的胚胎 然后他们进行成像照射 或者一些植物的胚胎 成像照射 之后 然后让它再发育 看它发育出来的个体 是不是健康 或者多少个胚胎 看发育的多少个 发育了多少个 没有发育 然后他们可以通过对比实验 来证实到底这个夹的这些光 是不是在一个安全的范围之内 OK 好 再问下一个问题 这个有个人再问 DFG是否能用理论模拟 应该是的 可以的 那我 可以啊 我帮他追问一个问题 可以可以理论模拟 我帮他追问一个问题 您有相关的这个模拟的软件 或者是TOD可以推荐吗 这个 这个是 我看 这个是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 那个第一作者 小潮潮 他 还有 还有专门的这个 飞行模拟的软件 OK 有一个飞行模拟的软件 那个软件 我忘了是国外的某一个科技组 是不是公开的 他就可以 为他那个设计的 是个设计模拟 OPA的 但是也应该模拟 DFG也没问题 而且他里边还考虑了 空间效应 而我们这个simulation里边 是假定 就是三个平面波 没有考虑空间上 比如说你应该是高速光速啊 还有在飞行晶体里边 你可能造成了空间的走离 对吧 所以你最后出来的 你的光斑 可能不是你想象的 一个圆的对称的 它可能是被 distort 对吧 都有可能 所以是有这样的软件的 但我 我忘掉了 不记得 它是一个开软的 可以下载的 是有的 好 下面几个问题 集中在OPO上 我就一口先评出来了 好的 一个就是 他就是问这个 主要是这个OPO和这个DFG 各自优缺点 这个OPO的自备 有没有难点 有什么难点 然后OPO 能不能做到这个远红外 好的好的 行 首先来说呢 我自己 我个人啊 从来没有 搭过OPO 做过电影剂 但没有研究过OPO 所以呢 我的个人的观点呢 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公正了 对吧 所以你在讲的过程中 我没有侧重讲这个OPO 我只讲了 OPO觉得它比较的复杂 我相信它也确实应该是比较的复杂 因为你OPO呢 还有另外一个cavity 这个cavity呢 要跟你的laser的cavity 它俩 长度是一样的 对吧 所以呢 有的时候 为了让它俩严格的匹配 有的时候要 把OPO的cavity 跟你的laser的cavity 要lock在一起 对吧 但OPO的好处是呢 它呢 因为有一个反馈 它是一个laser 所以呢 你通过转动晶体的方式呢 就可以比较方便的实现调节 而且你 因为有反馈 在这个cavity 所以它的效率会比 效率会非常的高 产生的功率也很高 这是应该说是OPO的一个好处 这也为什么 它也现在也有这个产品 你可以买到 但是 OPO肯定显然也有它的问题 比如说你的这个储物频率 对吧 它是跟你的laser input laser 几乎是 几乎是严格一致的 当然大家也可以做那种 那种就是不是一比一的 这样的一个OPO了 另外一点的话 OPO的问题呢 在于呢 就是一般我们现在所见到的OPO 我看我应该有那张图 主要还是工作在 短多种外 对吧 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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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 几乎 我看我有那张图 对 在这儿 可以看到大家 对吧 就是OPO的话 可能现在目前做到最好 可能到六位米或者七位米 还没 很少见到 有OPO能够把 比如说西化加埃 这一样的晶体 对吧 你既然能做DFG 为什么不把它 放到Cavity里边做的OPO 对吧 可能还是因为 因为越到长波注入外 它的效率会比较低 对吧 可能你的相对来讲 OPO它是一个震荡器 你要有一种增益 对 你的增益要等于损耗 你才变成一个震荡器 可能在更长波长走的时候 你需要换到别的晶体 这个时候呢 可能它的单通的这个增益 不足够弥补 Cavity里边所对应的 那个波长 所引起的浪子 所以导致它没有办法 Lasing 这可能是主要的原因 导致OPO还没有办法 做到长波注入外 或者说覆盖整个的长波注入外 也就是说 能够覆盖整个长波注入外 并在大范围内调节的 目前看来 还应该只有DFG 这一种方式 也就是说你想比较一个 中心波长在15亿米 这样的一个 非秒内处的话 似乎看起来 DFG 是唯一可惜的方式 也许OPO将来 在不断的进步 会将来也可以做到 对吧 但至少目前似乎 还没有怎么见到 这方面的报道 因为这个OPO 它是一个枪性的结构 然后它那个 我觉得可能 这个中院红外的 这个枪性的肚膜 可能也是一个 比较大的挑战 是 所以所耗会比较大 OK 下面有一位听众问 这个目前 中红外频率书的最长波长 大概是多少 他就点出了一个DFG的一大优势 直接出来是光线频率书 对 他叫光线上运书的最长波长是多少 这个呢 如果我们就限定在 中红外这个波段的话 大家可以看最新的一篇 Nature Photonics的文章 在这 2021年的 刚出来不求的 这个呢 是美国 国家标准技量级 NIST Scott Didams 非常有名的 做frequency comb的实验室 他们做的 是吧 他们呢 就是利用 GVCHR的光线激光器 然后通过各种方式 做成了一个 Comb 这个Comb呢 它叫做6 Optic 6个被评程的 Optical Frequency Comb 它从350段米 最高到 你如果相信这边 还有东西的话 就可以到22维米 对吧 这个就是一个 frequency comb 你可以认为 目前的frequency comb 就可以完整的 cover整个的 中红外 从2维米到20维米 没有问题 如果再高的话 因为再高的话 它就是这个 远红外了 对吧 一般我们好像 似乎也不怎么看 在探究在远红外的 可能那些应用 我并没有特别的关注过 然后再往上的话 就是泰赫兹的 对吧 但是泰赫兹 大家一般不怎么谈 泰赫兹的 frequency comb 对吧 实际上泰赫兹 它通过光整流的方式 它呢 就是SEO是0 你只要把整流频率 lock一下 它泰赫兹420 它就是个Comb 但是似乎 在泰赫兹领域里边的应用 它并不太关心 你是不是一根一根的Comb 是不是每根线 它非常非常的窄 对吧 那个地方可能 因为本身的分子的 一些对应的吸收的 吸收风就已经足够的宽了 你再去做Comb 这个线宽很窄 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 就是杀鸡用牛刀了 没有必要做这件事情 上面后面还有问题 那我们 我们这个 有位提问说 这个红外波场 这个发生较大 它怎样 发生角 也就是发生角 怎样才能 比较大 它怎样才能 完全测量到 确实中红外 中远红外 这个测量手段 也是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对 这个 对 确实 似乎看起来 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对吧 你可以借鉴 借鉴近红外的 做法 对吧 我们一般来研究一个近红外 光束的光束质量 我们可以做最常见的 M2的测量 对吧 你当然也可以 因为在Meter 你也有PowerMeter 对吧 你可以测功率的东西 对吧 你可以利用 像测M2一样的 对吧 你可以来测 一个中红外的光束 它的M2 对吧 你就可以知道 这个中红外的光束 它的光束质量怎么样 对 虽然我们没做 但我猜想应该是可以做到 对 没有好的CD的话 可以用这个刀片法 是吧 对 对 OK 下面有一问 再问这个擦屏过程中 就是我们DFG擦屏过程中 它怎样来保证两束光的 这个 重合度 技术上的这个 这个条 怎么来调 怎么来保证两束光的重合 这个的话 你确实要反复的试了 包括 你的 我看我们的实验装置 就是你的透镜的选取 包括前面 你的光束要进行输输 这是 当时 周根记 它做实验的时候 花了大量的时间 来保证 这两束光 凤土光跟Signal 不仅在空间上重合 还是在实验上重合 尤其在空间上重合的时候 它呢 是 在其中的一路 蹦谱这里边 它实际上是加了 阔数或者缩数的 一个 器件 对吧 这样子的话 让你尽量的 蹦谱光 外出 光束跟Signal的 它俩之间尽量的 匹配 对吧 因为 对 长波中红外的话呢 我们还好 因为你产生的长波中红 所以你的 蹦谱光跟信号光 它俩之间的波长 只差了100到200纳米 相对来讲的话 就是 差别没有那么的大 对吧 所以你可以 可以 就是 它没有那么的大 对吧 如果你产生的是一个 短波的中红外 这两束光之间的 波长差别会更大 这个时候可能对你的 怎么准值它 怎么聚焦它 跟它聚焦在同一点 对吧 然后 光斑的大小还要匹配 对它的 要求 就会更大 OK 这里还 有一个问题 就是 它就实现 中红外波段的 波长和调节 就是说实现 这个中红外的 这个波段 这个 有什么调节的手段 你这边 这边的话 调节的话 因为蹦谱光的 中心波长不变 然后信号光的 中心波长是可以变的 是因为我 这里边有个光纤 我 偶合进光纤里的 脉冲的能量增加 那么我的信号光的 中心波长 就会变得更长 通过调整 我个光脉冲的能量 就可以调整 输出的信号光的 中心波长 调节中心波长 中心波长变了之后 在你DFG的过程中 你所产生的中火 外脉冲的中心波长 也会跟着进行调节 当然 为了 满足你相续的条件 你同时还要 适当的转捩的 细化价晶体 对吧 让它相为匹配 也能够同时满足 好的 已经大概 两个多小时了 两个小时 看一下 我自己来 我有最后一个问题 我想问一下 等你最后一个问题之前 我刚才忘了一页 刚才那一页 并不是我的最后一页 我最后一页 我还想说 因为今天咱们讲的是 纪念飞舰宇光学60周年 实际上呢 我前面还提到 这个沈元让先生 他呢 对飞舰宇光学的贡献非常非常大了 在十年以前的时候 纪念飞舰宇光学50周年 沈先生呢 实际上是在 咱们的这个通俗的杂志 物理杂志上 写了一篇文章 大家可以去找来看一看 讲飞舰宇光学50周年 然后呢 我有幸跟 沈先生聊天 然后呢 还请他给我这个光波长 进行了这个提名 我故意放在这 因为正好 纪念飞舰宇光学60周年嘛 所以我把它 从 书架里边 我专门找到这张纸 然后拍了照片放在这 他当时给我提的 光波场是在 三年以前的时候 好 这个是我最后一页 好吧 刘威你还有什么问题 所以我们这种 这种大牌的 这个我们这个行业的 这种大牌的 跟我们这个光波长都贴持 所以我们还是要保持 不要盈利 不要不要找我要 广告费 对 最后一个问题 我自己想问一下 因为这个也是一些发展 那个我们这个 中红外的一个发展的 一些全员性的一些问题 我们发现 最近几年也有一些 我们这里是通过 飞行的办法来 产生中红外 让我们知道有新的一些 争议戒指 直接来产生中红外 您可以做单的评述吗 对 现在 对 大家通过这张图 就可以看到 在中红外波段 比如说 就是光纤激光器的话 无论光纤激光器 还是过太激光器了 反正大家掺杂的 基本上就是这种 离子 你把这些离子 掺杂在不同的材料里面 然后最后你可以 制造出激光 然后你再想办法 通过引入 Sighter Absorber 然后进行锁磨 就可以得到飞秒激光 所以呢 作为做超快激光器的人来讲的话呢 直接产生 锁磨的 中红外波段的 超快激光 也是现在的一个 研究的前沿跟热点 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 在这方面的报道都 蛮多的 那 都有啊 固态的也有 光纤的也有 我可能对光纤的稍微要熟悉一点 比如说光纤的话呢 掺火 掺丢 你可以看你怎么定义了 你可以认为基本上它在 中红外跟近红外的边界上 它也产生差不多的两微米 这个呢 这几年的进步非常大 尤其是掺丢的 它的平均功率 现在也推到非常大 也可以到千瓦 你可以展示千瓦 你的飞秒激光 光纤激光 然后同时呢 用掺耳的 把它掺在一些特殊的 孵化物的光纤里面去 你呢 又可以产生在三维米附近的 甚至三点五维米附近的 这样的脉冲 然后呢 你通过 还是我刚才说的 锁膜的方式 可以产生飞秒激冲 通过锁膜的方式 产生飞秒激冲 然后这个国内也做得非常的多 然后呢 现在技术也很 也进步很快 已经可以通过锁膜的方式 直接在掺耳的 浮化物光纤里面 做的这种激光气里面 产生飞秒激冲 然后我相信这是一个 一个大的方向了 因为可以想嘛 然后除了你用它 做震荡气之外呢 还有用这种光纤来做放大气 你放大气就会产生高能量 高平均功率的 在中火外 已经在三维米附近 左右的飞秒激冲了 你可以预见的是 利用这种飞秒激冲 作为驱动员 再进行中火外的差评 对吧 我现在把前面的 飞秒激冲的中心波长 从一维米 换到两维米 不仅换到两维米 我还可以换到三维米 对吧 甚至更长 那你后面的效率更高 然后在晶体里的 飞线的 晶体里边的这种 走移的效应 也会更弱 你肯定能产生的 中火外脉冲的功率 也会更高 包括也可以用它来 驱动产生泰克斯 所以我觉得 这个领域里边的 在下面几年 会有不断地有更大的进步 然后我也相信 会有人把这样的公园 用到产生 长过住户外 飞秒公园上来 好的 我想那个 因为今天已经 直播了两个多小时 然后刚好我们 我相信还有人对这个 飞行的光学 包括中红外 有持续的兴趣 然后刚好我们 这个常老师 这个光播场的这个账号 所以其实都可以在这个后台 这个公众的后台 提交这个提问 像那个已经两个多小时了 我们想可能今天的报告 就到这里为止 然后唐老师 需要总结 或者是 常老师 你组织了这个系列 最后一 我觉得 就是感谢常老师 那个我们下个礼拜三 我们会 常老师会再见面的 对 下个礼拜三 还是魏老师做报告 然后呢 我会接着客串主持 主持 我们还是 几天之后就再见面了 对 好 谢谢大家 大家周末愉快 谢谢 谢谢李老师 谢谢常老师 大家周末愉快 谢谢